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講Begatio 哇,厲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的廣播 你要給like 如果下次看不到 就可憐了 我們節目很風趣 很過得日神 你不給like的,YouTube不給你看 Patreon,希哥 主理,每天在這裡哭片 五元雞,令到無廣告的廣播 今天講Begatio要先唱主題曲 是你 活在球內盡是生命集合能量 但力超勁一日能陪伴著我精靈的群星 好,就是這個Begatio 我們的未來特首 為何說到未來特首 都未選到未來 我想他可以 我希望他可以 我覺得他可以 別說我和你覺得 一,國務院已經極速 已經批核了他這個叫做辭職 你們看不到,國務院那天我們這樣 沒錯,國務院已經極速批核了 好像老佛爺那樣拜一拜 老佛爺放在心裡 這個我們也拜在心 現在,你現在立即出來辭職 又說要參選 看到各大地產商 四大地產商已經舉腳表示支持 即是香港的偉人 你看到前繼後仆 這樣出來 就說,嗯,林伯雲他好 前繼後仆 對,開頭也沒有的 沒有聲氣的 開頭? 即是開頭未宣佈辭職的時候 風聲都是很平靜的 但是一旦說辭職 接著就說到未來會參選 我支持你 對,除了譚耀宗 政界不同的人都出來說之外 還有四大地產商 長實地產新世界行地先後發表聲明 高調表態 就叫做支持,支持他 支持李家超 對,蟹嗎? 你殺頭的蟹嗎? 不是蟹 那一刻 蟹那一刻呢 不要亂說話 有時候大家要想清楚 一早就要了 現在才出來 慢一點 這樣就行 做人要快 等你剛才兇我 等你遲些沒有一別吉祥 這麼可愛的花名 不是吧 雷超 下次進步 要厲害一點 當然 雷超 叫聲超哥 超哥 當然 很帥 看見 澤巨就出來說話 澤巨 表態更加提名李家超參選 大家都姓李 所以比較好 是否一家親 同姓三分親 我們看到報紙說李家超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特首之後 他真的是白金星按機 即是說他升職快 他一路順風 一路順風 試圖是順風 好像那些阿Sir一樣 掉了一支槍 你猜有得上嗎 那些沒辦法 李家超六十四歲 一大半人都在警務處做事 一大半世人 對 大半世人 說漏幾日子 他在警察的生涯 做了35年 裡面經過很多大案 有徐步高 徐步高有他的份 有份茶 有份茶 他也有參與 叫做有參與 參與調查 沒錯 說清楚一點 不是參與調查 他當然是調查那個 當然 原來李家超曾經拍過曾偉紅 大家在裡面都一二哥 在那裡 那時候是託鷹的 那時候是叫的 厲害 最後他轉一轉位 有人會覺得 幸好這一刻他轉得漂亮 他轉了去做保安局局長 那些位置 他自己轉的嗎 就是這樣說 他有些人不是的 不是的嗎 是啊 由鎮英提拔他做保安局副局長 那一刻開支線出來走 如果他當時沒有走那個位置 他今天就未必能夠出來競選特首 哇這張照片 我昨天說 林鄭月娥當日777票的時候 你說多不多人支持呢 那些要不要說 你當日有份說他怎樣 我一看到照片原來是他的 這張人頭湧湧的照片 原來是群星拱照林鄭月娥 不是啊 那時候林鄭當選 大家都是說了一句 說什麼 表示支持 reconnect 是啊 reconnect 現在把那些人抓出來 連線 何止連線 整體搞得大家都好像有點 很開心 很開心 處理得好 是 其實我們這位 李卡超 李卡超先生 暫時是候選特首前 前司長 因為國務院都批了他 辭職了 剛剛 他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競選政綱呢 他裡面有沒有人幫他做事 大家都擔心 你擔心 哪有擔心 你這麼急 一句就說 劈封信給林鄭 劈封信 不急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他做的政務司 問題是他坐了多久 不知道 不是坐了很久 問題是你現在坐了很久 我當你現在坐了很久 你接下來做一個領袖的位置 你怎樣帶領香港去走 你面對這麼多困局 大家都會覺得你怎樣解決他 香港是領袖 現在是領袖 我找到一張他笑的照片 嘩 這麼開心 領袖 他肯定是需要聽中央的指示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真的 OK 我全力支持 大家都全力支持 當然 大家還在研究 我看到有人在研究 李卡超 要怎樣找班子 究竟他有什麼人去幫助他 他需要找他自己埋位 所以說 這個世代就不同了 你跟他以前 以前又說自己不停去握手 找趙雲 找張飛 那是三顧草勞 找人 現在不用了 那些人自己走過來找你 你未力直高 對 打遊戲 有沒有打過遊戲 那時候你未力直到尋訪 永遠都失敗 現在不是 你未力直高 那些人自己跌倒過來找你 當然 敲你門槌 你是不是要幫忙 我來幫你 嘩 為什麼這麼說 我看得到 說到他 白金星航機 其實他人都算幸運 他那個仕途運 應該挺好的 你說好不幸運 就是他人沒什麼點 握著八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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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容易點升 看他的相 其實都 你看他 雖則說 你覺得他帥不帥 我就覺得他很帥 嗯 那個耳珠 也是有的 也是長的 嗯 額頭也是飽滿的 這些都是福相 他算是這樣 你想想 上年 是不是 上年接替了張建宗 坐這個政務司司長位置 是啊 張建宗 是啊 是啊 喂 你真的坐不夠一陣間 現在就走出來說 競選特首 即是張建宗 其實做特首都行 如果 他啊 不是他有病 不過他不舒服 你見他好像很累 可能在政府上 做了太久了 那 沒什麼 有些人想退下來 就退下來 等同我們的林鄭特首 現在當然是特首 是 他家人叫他回去西溫哥 是啊 回家搞好一些事情 這麼多監務還沒做 放在這裡這麼多年 是不是 嘩 吸塵了 是啊 那麼 李家超現在出來 做 選特首 不是 經常都說做特首 選特首 那他究竟背後 究竟有什麼人支持 有什麼班子 喂 他現在這麼多人走出來 就是恭喜 恭喜 支持他 恭喜 喂 那可能 你不會再叫多個號碼 就是之前你有689 有777 選票 有的 應該是 他是票王 應該是 現在報紙就說 盛傳他 將會 是 第一個過千選票 得過千選票的特首 那你四個字很難說 叫你1 2 3 4 對不對 不要過癮 不要這樣 隨便叫超哥 叫聲超哥 就行了 沒什麼所謂 如果他做警察出身 會不會叫他做999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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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這些票 這些不老禮 其實最高票特首 叫他最高票特首 就可以了 對不對 沒什麼所謂 直接叫他一哥就行了 不是 跟那個一哥 撞了嗎 撞的名字 正所謂一人一票 哈哈哈哈 何嘉平你說什麼 最重要是中央認同 最重要是現在這麼多人出來認同他 認同他有實 那些傻瓜 不停說 不如改他的花名 我看到連登 為什麼一定要掛人家的花名 他做什麼 他打算做什麼花名 很多 信口 是呀 何姐 我都知道他的花名 因為比卡超可愛 不夠威力 不夠威嚴 因為他本身的人應該是鷹派 比較硬 那等下看連登有什麼好名 給他 你們說的 我叫一聲超哥 到時候 你喜歡在選票上 其他東西上去都可以 不要亂插 你報紙肯打出來才好說 沒錯 亂插 亂猜 當年上面有更多花名 我們都不說 是呀 其實我看到 現在無論李家超 接下來拿到多少張選票也好 他也未選到 現在他的威力就已經有了 未選到 未選到 選了什麼 未了 現在還在說 剛剛才被他辭職 正所謂 因為規矩要繼續去下去 但是 未一日未公佈 他是成功做特首 但是我看到他的威力就是在這裏 威力何來就是 他能夠 把香港不同陣營的人 一起拉起來 這次非常厲害 為何這樣說呢 我報紙這樣寫 李家超競選辦公室變成香港營 什麼叫香港營 香港營 一個陣營 香港陣營 變成香港陣營 是呀 他就說 集合了 這個梁粉 林鄭粉 嘩 簡直是將 不同大家 可能你們 在香港 不同的政界 你們所擁戴的 擁護者 支持者 一起拉下來 一起幫他 就好了 所以說他威力在這裏 未走出來就已經connect了 所以個人能力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是有魅力 魅力嗎 不是有魅力 魅力 魅力無法黨 厲害之處在這裏 那會不會真的 他一上場就 有很多人在做他們的幕僚呢 我看報紙也是這樣寫的 聖傳 就說到說 有很多叫做金融財進中央 中聯辦的那些 都幫他們找緊 幫人李家超在找緊 知道可能他們要搞好經濟的時候 需要一些叫做 有宏觀 宏觀 有人這樣說 可能波叔下界都不是他做的 找誰做 白頭腦 每個人都想管財 誰白頭腦 任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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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 不是 你整頭白頭髮那個 誰做都好 都不關我們事 最緊要 有錢派 最緊要有錢派 不要這麼高稅 繼續營住一個好的營商環境給大家 人人有份 人人有工作 這些很基本的市民的希望 希望環境是這樣的 盛全中央已經在幕後幫李家超 在密室 你當是獵人公司 獵頭公司 找一些 對經濟方面的專才 列他回來 就進去李家超的班底 直接說到他厲害了 可以找梁振英那邊 又出來支持他 現在說到連林鄭、月娥 他們的粉絲、班底 都走去馬上紛紛向頭 那是不是反轉槍頭 怎麼這麼說 會不會是 有些人會覺得 你不是支持他 你不是幫我林鄭 林鄭自己棄權 其實我覺得 又沒有說分不分 是否反轉 其實沒有反轉過 他只是幫香港做事 這班人 所以又不存在變陣 有些人說 你不支持劉比 去支持曹操 沒有所謂的 一樣的 大家在這裡做事 那 報紙寫過真命天子 他現在說到 是用澳門模式 李家超是唯一支持人選 澳門模式就是 一個人 沒有說過 報紙沒有說過 這些是坊間的人 覺得 今次選舉變為澳門模式 李家超是唯一支持人選 他們覺得是 選委門提名 無須怕壓錯注 這樣說 所以就有很多人一起表態 他們覺得今次是澳門模式 之前就說 你都會有兩三個出來 兩三個都是五十五十的 那究竟 選委在上面會覺得 好像上屆一樣 上屆 林鄭 曾俊華 是吧 胡官 大家都會去不同 有些選委 可能親林鄭 有些親曾俊華 有別 大家都會在上面有選擇 今次就覺得 有些人說 快靚靚 快靚靚就是 找李家超上來了 其他的 有些人說 小師傅不會的 那些都不用進來 不用讓大家看到 你這樣說 你怎麼知道 他拿到選票嗎 我不知道 他拿夠提名嗎 先拿夠提名 你拍我的座椅 不是 就是這樣說 挨手 挨手 好像想警告 不是 很害怕 不用怕 問題就是 你一定要拿夠選委的提名 你才可以進來 是吧 報紙都寫著 真命天子 是 既然是真命天子 那就是李家超 他寫著真命天子 李家超 我相信 今次 中央都是想做一個 比較 快一點點的模式 就是說 將所有東西落實了 因為始終 香港經歷過 大大小小的疫情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一直都沒有穩定下來 快一點 所有東西塵埃落定了之後 希望可以搞好經濟 希望可以 這件事我相信 都是其中一環 那 現在 有不同的人士 報紙就說 有不同的班底 各個陣營的班底 都紛紛走去幫李家超做事 有梁振英的陣營 也有全國人大常委 還有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秘書長 那為什麼現在只有一個人選的時候 嗯 那些是競選辦 那為什麼還要競選辦呢 要競選辦 為什麼要辦呢 不是啊 可能出來 下廣告 跟著拉一下Banner 宣傳 我們 競選辦公室 一定是辦公室 就是在裡面 要去辦公一些東西 是啊 你還要宣傳 你拉Banner 不用宣傳的 現在 你報紙出了 大家都知道 還要伏著旗仔在喊咪 要的 我是一號競選人李家超 不用一號競選人 他有什麼政綱理念 都要找人幫他寫稿 他接下來也要講的 是嗎 他要講的 他接下來也要講一講 他的政綱理念 那裡面有什麼要做呢 我是國際節港的口號 他 我會香港什麼什麼 我會做這份國 那些 那些被人拘捕 那些 不要說 不是吧 所以他要找文膽 另外要找文膽 找你OK仔 還有 你要記住一件事 雖然 哪怕就算只有李家超一個出來做競選 是 譚慧珠也說一個人都有選擇 是 是 有很多傳媒 一個人都有選擇 是 是 是 有得去 和不去 他敢不去嗎 哈哈 不要說笑話 譚慧珠 不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 李家超為何要找這麼大的團隊 幫他做很多事 因為接下來 我猜他只要一宣佈參選 他提出他們的 接下來的宏觀政綱也好 什麼都好 一定有很多記者傳媒問他 他要應對這些事情 他後面需要一大量的團隊 幫他做好這些功夫 只是要他分享一下這個升職的心得 心路歷程 幫助一些年輕人 怎樣可以做事做到 像他那樣聰明 是 有很久講 是嗎 是的 當然 有很多事情 你怎樣去唱好香港 他呢 搞好香港 沒錯 甚至乎 他要出去和不同的商家聊天 即是外國的人士 或者不同的香港 老陸續續不同的商會聊天 去拜訪這些人士 他講解未來這五年 有什麼宏觀的抱負 的政綱 這些都是需要 他單肚那邊搞得好 你以為是超人嗎 你以為是你超人嗎 是不是 他理解超人 是不是 他後面一定要找很多人幫忙 但是 厲害的 報紙就說 選委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說不用怕選委壓錯豬 一定是他 告訴你 單面沒有問題 是不是 一隻跑 一定有派賽 一定有 1.01 都很棒 01分身家也有得賠 但會不會掉下來 大家例事 不會 其實他們擔心的事 之前就是 好像唐英年和梁振英過一次 大家就在兩邊互相 就好像在那裏炒新聞 炒很多事 給人的感覺 就互相攻擊 就好像一個大撕裂 現在 就用一個人出來 你騙人的 對 你騙人的東西 說到現在 連譚耀宗本身在深圳 都回來香港一起助陣 就叫做建制總動員 一起支持李家超參選 所以我就說 總之 忠聲響起歸家的訊號 對 大家馬上排排隊 拉一張椅子 入閘 厲害 李家超厲害 厲害 碧琦仔 因為其實 現在有報紙這樣寫 其實他半冷 他跑出去半冷門 李家超 原先他們可能覺得 波叔是比較高一點 不是吧 波叔是不是自己不玩 當然 四十萬一個月 波叔 不是吧 波叔說不如 我看收租 做其他事 舒服一點 過了這五年任期 派錢派到首院 很累 是嗎 他有份派的嗎 糟糕 畢竟是制定的措施 我覺得他是財政師 是這樣的 你開會計算數給我 然後給他兩個提示 我看一下 這個好些 我覺得是這樣 你覺得他自己計算嗎 不是吧 大數 他有 他出來說 他要用腦 他要制定一些方向 難道他的男人幫他制定一些方向 那吃早餐也要用腦 是吧 喝什麼都要用腦 喝什麼 兩元凍飲還是不凍飲 很多地方都用腦 但是 現在李家超 由於報紙這樣寫 說他半爆冷地走出來 而且根據他的紀律部隊而出身 是沒有班底 即是他手下沒有人 但是有 所以建制那邊 大家一大堆想 幫他一起籌組這個班底去競選 其實就是 競選班底 我純粹覺得就是找一些幕僚 找內閣人員 即是 接下來可能這一班幫忙 他進政府 幫他做事也不奇怪 是的 因為 要找一些腳 裝腳要找 他做一個 舞台王者 武林王者也好 下面裝腳不緊 隨時他自己也會倒閉 這件事也是他心知 究竟他會選用哪些人士呢 我相信他要先用過 究竟哪些人適合他用 或者跟他的理念方針是相近的 他才可以進入內閣成員 有不同的人 又有商家的人 又有全國政協委員等等 真的有不同範疇 加上梁振英那邊 再加上 有些人就說 可能 好笑 有些就說 董建華也會派一些人出去幫他 總之 整個全港 政界的人都推人過去幫他 他真是厲害了 所以我就說他 一未上任 就能夠團結到香港整個政圈的人 你看看林鄭就知道 早前的防疫 每個人都在公居尚書 給林鄭 不是說不支持你 但是什麼什麼 不斷暗戰 暗戰 我想林鄭月娥是被人罵得最痛 現在 這個時刻應該沒有更痛 他應該是最厲害 不斷肥肥的 真的 你說 這個敢不敢肥肥 這個敢不敢肥肥 現在最少不會肥肥 就是氣功的 氣功 硬氣功 硬氣功 硬氣來 我覺得 加上 有中央幫手出手 幫他一起籌組這個班底 一天 報紙就說 因為時間闖絕 時間闖絕 去埋班也要很短時間 現在純靠 中央幫手出來 押人過來 所以我看到報紙就說 中央幫他找一些金融財進去幫他們 不是那些年輕人的金融財進 真是日式那些 接下來 可能他真的比起林鄭 或者之前那些 那麼多屆的特區首長 區首長之前是自己籌的 是嗎 我自己籌 可能我欣賞你 你過來幫我 我願意過來幫我 是這樣的 逐個敲門自己 因為你可能有A、B、C 每個人立了一些人 可能大家政治理念相同的人 現在不用了 他幫你找 找齊了 大量的獵頭公司 幫你找些優質員工回來 那接下來香港可能會 有運行 我看得到 你問有些人說 說一些劉教 說什麼大跌還是什麼 那些稍後再說 是好笑的 我覺得不怕了 後面最重要是有中央支持 李家超紀律部隊出身 最重要是 這是這麼愚蠢的主題 讓我們再開一條新的 好笑的 好笑的 真的 那今次 你擔心如果別吉趙繼位之後 有些事情就 林鄭月娥其實 那些事情都會漏了 好像疫苗通行症那些 古靈精怪的 比如說去買個飯 然後說 就不用有針卡 就可以入商場了 我進去外賣 你又被人抓到我來外賣 那別吉趙做事 會不會留一條蠢給你呢 不會啦 不知道 幾個部隊出身 那條蠢究竟是 林鄭做多了 還是特意留一條蠢 你看他之前有沒有做事 有沒有留一條蠢就知道 他之前做事有沒有留一條蠢 當然沒有啦 不是啦 就是這個位置去 不過還是那句 等他真的坐上去 而說他接下來 我都說了 七一之後就知道 OK仔 新官上任三百貨 到時大趨勢 一定要有 我猜 你猜什麼 他上任沒有 應該有 你看他第一個 對傳 第一個方針 施政的方針 大概可以知道 可以判斷到 他接下來五年的走勢 是嗎 是啊 舉例子 如果他突然說 不用疫苗討人症 這個我為大家 起了一個易掛 掛像是天火同仁 那個意思 其實你問林鄭 問你別吉趙 他回答你不到 如果人家做 全世界做 他就跟著做 或者內地有個指示 他就做 如果你問香港 香港現在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起 真的回答你不到 所以我看到記者 經常說 看到他 走去採訪他 問他話 他不開口 他有什麼好說 他等一下說了什麼 然後被傳媒一邊炒 他說這樣 出來解釋又麻煩 解釋 所以說 葉劉說得對 現多必失 你看到李sir 他本身就是不太說話 他不會跟你說廢話 因為他懶得跟你說 說了之後 一做我文章 那些人做事 做實事 做實事 小說話是什麼 對 我說你就跟 小說話做實事 硬正一點 那種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估計 接下來的方針 都是這種 硬掘一點 不會 無端端 好像我們林鄭 每天出來打咪 開記招 所以你也傻了 是啊 可能真的有大事 起上來 他才會出來跟你說話 香港還有什麼大事 接下來 都會有很多大事 搞好經濟 都是一個好 搞好香港 還有搞不搞旅遊業 都是一個 搞 是啊 香港的旅遊業不搞 你弄這麼多星光大道出來 那些房子可以了 所以 這些都是頭等大事 看看他怎麼搞 沒錯 看看他那些人怎麼幫他搞 他聽人說話 我相信 既然今次 有這麼多人可以幫到他 那就真的不同了 整件事又不同了 是 正所謂 你之前 有這麼多藝術 不三角 現在最後 沒有三角 你自己幻想 都統一了 不是說糧粉陣營 林鄭粉絲陣營 全部都 我心是祖國 那些全部都 不用說 你幻想出來 什麼型 不是有報紙這樣寫 他們這樣寫 他喜歡這樣寫 令人覺得 我喜歡這樣 一向都可以清一色 清一色 只有一隻牌 跟我說這些 不是的 他們自己心裡 可能 都是這隻牌 有個迷 有個迷 是嗎 你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你問他 他是不是心是祖國 他膽敢說不是嗎 他是 是 他跟你說 我愛什麼 林鄭最熟 肯定是 沒錯 李家超 真的 他這麼多年 在這裏工作 是 做到現在 有機會做到特首 是否真的能夠一帆風順呢 就拭目以待 看數據 看往績就是 非常之厲害 我第一身感受 覺得他是 香港已經再沒有任何問題了 他能夠排除任何眼睛 用他的運氣 再加上他的智慧 對 做人的事 就是 想好的方面 你怎知道 下個特首一定會好 不知道 希望在明天 對嗎 沒錯 就是這樣說 天氣這麼好 對嗎 難道打波蛇下雨嗎 就是這樣 拜拜